台经必读 动荣出台 原料要营政策大利好 方案提出 到2025年工业领域清洁生产全面推行 农业 服务业 建筑业 交通预输业等领域清洁生产进一步深化 清洁生产整体水平大幅提升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 清洁生产产业不断壮大 到2025年工业能效 水效较2020年大幅提升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6000万亩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原料的产业 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下一步 央行将根据试点情况 有针对性的完善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和使用 商务部将提升传统消费能级 加快推动汽车油购买管理 向使用管理转变 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 繁荣活跃二手车市场 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日前表示 中国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 有世界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持续升级阶段 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特征明显 消费市场潜力大 具有广阔的进一步发展空间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有色金属 剪裁 钢铁行业的碳配额分配方法 推动上述三大行业企业参与碳交易 市场监管总局等联合要求 严格若实有关政策文件要求 不区分学科类 非学科类 要确保做到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 网络平台以及公共场所 居民区等线上线下空间不刊登 不播发面向中小学的校外培训广告